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 太美了吧这眼 你是仙女吗 为什么别人拍的照片就这么好看呢 没有会拍照的男朋友 难道就无法拥有这些高级大片 T老师的摄影披图课 几日招生了 教你如何一个人在家 拍出高级感写真大片 我们先来看一组PPT 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 这些照片都是提解自己一个人拍的 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手机 一个八爪鱼脚架 有一些小道具 在家里能利用的拍摄场景 主要就是沙发 黄 白墙 洗衣机和镜子也可以利用起来 首先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沙发 就是最好拍照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你可以在上面尽情的舒展你的身体 拗出千奇百怪的姿势 把手机架在八爪鱼上 架在沙发对面 你可以坐沙发上 坐沙发下 这么躺 这么躺 还可以这么躺 等一下 这照片是怎么拍的呢 比起沙发 床会更有一种私密感 非常适合拍性感大片 在床上拍照的话呢 建议床上用品都是选用简单的白色系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加简洁高级 而且白色的床带也能衬的肤色更好 在我白墙拍照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些小道具 制造一些光影的效果 这样拍出来的片子呢 就更加有趣味性 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个小小的彩虹灯 会在墙上涂射出一个彩虹的样子 这种海色的发光的LED灯 也会有非常好看的颜色 还有就是我的一个下台灯 因为它的罩子是菱形的 能投射出非常漂亮的光斑 透过镜子拍照 有一种发式复古的调调 坐在洗衣机上 也可以凹出各种造型 跟大家总结画一下重点 第一点场景 场景的话在家中尽量选择简洁的场景 不要有太多杂乱的东西 还有就是光影 是摄影的好朋友 第二点姿势 就是尽量把四肢给舒展开 如果你们看一些大片的模特的话 你们会发现它们没有一个关节是直的 如果有腿部动作的话 记得一定要把脚背给绷起来 这是显腿长的重点 表情可以尽量随性一点 不一定要看镜头 第三道具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使用一些小道具 让画面看起来更有趣味性一些 像彩虹灯啊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光盘来替代 还有原型的镜子鲜花 玻璃器皿等等等等 修图 修图的话不建议过度磨皮 调整五官轮廓大小就可以了 局部磨皮会让照片看起来更有质感 滤镜初期如果不会调的话 可以参考网上的一些参数 多批图就能慢慢培养出感觉 那么以上就是T姐的摄影批图小课堂 我们下期见 表情可以尽量随性一点 不一定要看镜头 第三道具 那么以上 我太难了 我是一下 我太难了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